在浙江的朱继 有位陈女士 就成了一位风水大师的铁杆粉丝 她能掐会算 只需一眼就能收出你的全部信息 她名造一时风光无限 前程后事似乎都在她掌控之中 一个颇有来头的风水大师 究竟用什么手段 让无数身价不菲的女人慷慨解囊 敬请收看天下故事会之风水大师的秘密 这陈女士家里挺酷 没事总爱去美容院 这不一天呢 她正在美容 一位朋友神秘兮兮的告诉了她一个消息 她说她这个风水大师 是她画重金钱来的 好像一节课就要好几万块钱 这朋友说呀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她呢 这大师叫徐洪浩 平时是云游四方 好不容易飘到了咱们朱祭 而且这次讲座是只针对成功人士 只有像您这样的VIP客户 才有资格听大师的讲座 这机会非常的珍贵 你呀一定要好好把握呀 陈女士起初呢 有点将性将疑的 可是她的朋友接着说 这大师讲座虽然很贵 但是 我给你这个票是赠票 用你花一分钱 这么一说 陈女士的戒心减少了一些 那肯定不是骗钱呀 是吧 不就是听个讲座吗 没什么损失 听着玩呗 然后还听说 她是生命 中国生命科学院的理事 还是香港 富商李兆基的 育幼风水顾问 看来这徐大师的名头啊 还真是不小 这朋友继续说 随便哪一个陌生的女性 只要让大师打眼一看 她就能准确说出 你的家庭收入 子女状况 而且还有 你老公有没有外遇 每次都准确无误啊 咱看看大师的宣传片 宣传片上 还有大师的诸多头衔 出自中医世家 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院士弟子 中国生命科学院的理事 香港宏道国学应用研究中心的副会长 还有这大师跟名人的合影 著名演员歌星等等 据说 这些人呢 这都找得算不上了 陈女士原本以为 这风水大师是一个老者 白胡子飘飘 没想到 却是这么一个年轻的人 她还真想看看 这年轻的大师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一天呢 陈女士准时来到了授课现场 课堂设在朱继市一家大酒店的会议室 这房间里头啊 几十号的人 清衣色 都是家境优厚的女性 把钱包都拿出来 还想谁用这种钱包的 红色的有没有的 钱包千万不要用红色的 钱包千万不要用红色的 知道不愿意吗 钱包也有风水的 第一个 五行中钱是金 红色土火 火是特金的 所以钱包不要用红色 第二个 钱包就像米缸 永远不能见顶 知道吗 所以里面要有一个数字的钱 是永远不能偷空的 还有一个 钱包里呢 最好有一张全家福 全家福可以避邪避头花 别看大师年轻 说出来的东西呀 那可是一套一套 这大师说呀 说风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凝聚着古代哲学 科学和美学的智慧 不得了 三国时期呢 有一个帅哥叫诸葛亮 大伙知道吧 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理预测 那都出神入化 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卧龙先生懂得风水 台上徐大师讲的是吐沫横飞 台下陈女士他们听的是津津有味 讲起来也比较幽默 反正我们下面的人听得都挺入迷的 徐大师接着说 我虽然比不上诸葛亮那么能掐会算 但是我也要小事牛逗 我要从在座的各位当中选几位嘉宾做一下点评 八字中间火太旺 特别小心注意一个是内分泌 要特别小心 还有一个是肾脏和腹壳这一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估计你肾脏和腹壳这一块 最好去检查一下 应该是不太好的 就是这样 基本上我大概该说的东西已经都说完了 有没有跟朋友一起过来 都认识吧 我今天讲的这些有没有不准的地方 准的话呢 你就站起来给大家鞠个宫 不准去买买手机行 好吧 谢谢 这位女士 陈女士也认得呀 对她的情况陈女士也很了解呀 基本上大师说的是八九不离十 陈女士在心里是暗暗的成奇呀 大师果然宁不虚传 这个时候大师来到了陈女士的身边 因为大师当时通过看面相 她就能知道我的家庭情况 夫妻之间的感情 然后还有小孩子的那些学习呀 还有家里面其他人的健康问题 更甚至包括我身上哪边有八 哪边有志 她都能够算得出来 陈女士傻眼了 她跟大师是素媚平生啊 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她个人的信心 其他还包括隐私 难不成大师的眼睛能透湿吗 陈女士感到一阵阵的发冷 身上的寒毛都竖起来 大师对她的了解都感到她老公 她对大师的敬佩之情 已经像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转眼的功夫 讲座结束了 在场的人都觉得是意犹未尽 大家是纷纷上前 期待大师能够给自己指点迷津 大师的助理走上来 然后说让我们有兴趣的人 就是填一张表格 把自己的生产年月 姓名联系电话填在这个上面 然后大师是通过抽签的形式 找几个幸运的人 我就是当时一张表格 陈女士满怀期待地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她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够被抽中 你说陈女士年纪轻轻的 事业有成 还有什么烦心的事呢 要不说家家有本难免的精难 这女人吧 雇了事业 她就雇不上家庭 实在是没法分身了 所以陈女士的丈夫就颇有微词 对陈女士有点意见 于是两个人总是闹矛盾 陈女士就希望大师 能够给自己指点指点 今后不论是家庭还是事业 都能够一帆风顺 知道什么叫心想事成吗 那是刚过年回来 陈女士算是体会到 她接到大师助理的电话 说她被抽中了 可以跟大师单独聊聊 您一定要帮我把儿子把这劫难化解掉啊 大师面露为难之色 思考了一会儿 他说呀 嗯 这个办法吧 倒不是没有 不过你要舍得 那什么 你懂的 陈女士说 不就是要钱吗 需要多少 你说 大师就跟我讲化解这么 这么化解一次嘛 嗯 要三万块钱 然后 他是建议我搞一个年费 就是交十九万八 这样子他会帮我 不但可以帮我儿子化解了二十七岁的那个大姐 还可以帮我们家里面 就其他人也一起算一下 您听听 如果只破解他儿子的劫难 费用是三万块 如果陈女士家一起办一套餐 这事还有套餐啊 费用是十九万八千块 故事讲到这 相信你的心里一定是有谱了 这哪是大师啊 分明就是个大骗子嘛 在路边摆个摊算卦的 一次收你三十块钱 这大师一次收你三万块 这本质上是一样的 实际上都是骗钱呢 但是这个时候 陈女士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了 十九万八呀 他不觉得贵 反而觉得如果花了这些钱 全家人以后没有一点波折 生意能够一帆风顺 值了 太值了 然后想想十九万八嘛 这个价格也挺实惠的 那我就答应了 陈女士不愧是有钱人 眼睛都没眨一下 就同意了大师的提议 但是谁出门带这么多钱金呢 这个时候 大师的助理出来了 拿出了一台pose机 让陈女士刷卡 有备而来 就这么着 陈女士的十九万八 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大师的腰包了 大师能掐会算 能否算出自己的结束 他就是应该是对这个风水 还是有点 知识还是有点了解的 就纯粹一个大师犯 警方是五盒摸瓜 大师脱去伪装 刚才咱们说到 陈女士遇到一位能掐会算的大师 听了一堂云里雾里的讲课 又走进了一间神秘兮兮的屋子 稀里糊涂地 就给了大师十九万八千块钱的年费 从大师的屋子里出来之后 陈女士定了定神 如梦初醒 就开始觉得自己今天的遭遇 有点离奇 怎么琢磨都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他赶紧回家 把这件事情跟他老公说了 老公当时就火冒三丈 你傻呀 你脑子进水了 你说是多么明显的一个骗局 亏了陈女士 您还在商场上打拼多年的老板 咱也别埋怨他了 赶紧地报警 他们两个人 就是找一个香港的风水大师 看风水 然后被骗去了 两个人加起来是二十四万八千元 林景说 在陈女士之前 已经有一个人来报案 那个报案人说 自己被徐大师骗了五万块 加上陈女士十九万八 一共就是二十四万八千元 这案子可够大的 根据咱们国家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产的行为 一般三千块就可以立案 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构成诈骗 民警心里头也在合计 像要看风水啊 这种东西 现在请个大师来看一下 这种也很普遍的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也吃不准 当时的话 那既然有人来报案了 那我们先受理了再说 民警随即展开了调查 他们首先观看了 徐大师的讲课视频 发现徐大师的测算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看不出来有什么破绽呢 他在讲课的时候 会就是现场点评两三个顾客 比如说你哪个顾客 几几年动过手术 比如说哪里不好 身体哪个部位不好 或者是身上哪有颗痣 或者怎么样子 那在下面听的人就觉得 这个大师可能真的很有本事 或者怎么样 难道真的有这样 身怀绝技的高人吗 按理说是没有 警方又对徐大师的基本信息 进行了核实 发现这徐大师 在香港 上海和泰州 注册了三家公司 公司的手续 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那么他对外公开宣称的 各种身份是否存在呢 比方说像中国生命科学院理事 然后什么 甚至华裔资讯女子会员院长这些 然后这些所谓的团体 这些组织啊都是基本上都是虚构出来了 这么多光鲜的头衔 要么是假的 要么就是自封的 看来心中有鬼 在对外的宣传材料当中 徐大师还展示了和很多名人的合影照片 这些照片是真实的吗 有一部分应该是真的照的 有一部分应该是做出来的 徐大师如果真有能掐会算的本事 干嘛要虚构这么多的头衔呢 如果他是个骗子 怎么会算得那么准呢 这个徐洪浩 是不是多年研究风水 有着超人的道行呢 广东这边浙江这边 做一个化妆品推销 后来就是在杭州的一家化妆品公司 做一个讲师 看来这个徐洪浩 除了名字和性别是真的 其他呀都是假的 民警调查之后发现 2010年之前 徐洪浩一直都是做化妆品推销工作 和风水呀毫不沾边 怎么突然变成风水大师呢 民警决定和徐洪浩 做一次正面的接触 来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 房间里面呢反正 就我个人而言 走进去的当时一刹那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进去了以后呢 就整个人感觉好像是有点迷糊的感觉 因为他房间里面 他整个房间里面 他窗户房门全部关起来的 那里面点了檀香之类的东西 还有呢各种八卦镜啦 什么聚宝盆啦 什么东西摆了很多 民警的突然造稿 一向能掐会算的徐大师 也傻子 他能算出别人 十几年之后的劫难 却算不出来自己近在眼前的载光 那这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民警对房间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突然一张奇怪的表格出现了 这表格的名字叫做诊客户资料表 后面还打了一个括弧的内部机密 除了这些常规的项目之外 真正引起民警注意的就是这张表格上 很多特殊的项目 比方说客户的婚姻状况 发家史 还有老公的体貌特征 孩子的学习状况等等 不过最关键的一条还是在这 身体较差部位 即身体胎记或痣所在的位置 这不就是徐大师所谓算出来的东西吗 拿着这张表 那还用算吗 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这大师实在是太好当了 可是这张表是从哪来的呢 徐大师被请进了派出所 至此 一个组织严密 工明确 隐蔽性极强的犯罪团伙 浮出了水面 一个化妆品公司的讲师 如何成为抽神入化的大师 一个儒甲包换的江湖术士 使用什么样的伎俩 让身价不菲的女人慷慨解囊 天下故事会知 浮水大师的秘密正在播出 收看的是十八九房冠名播出的 天下故事会 前面咱们说到 风水大师这手段好胜了得呀 先是把潜在客户调查的一清二楚 然后就装模作样 假装能掐会算 神神叨叨忽悠了不少人 您说一个卖化妆品的 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风水大师呢 你不是以前是那个化妆品公司的讲师吗 我是04年的时候 开始从事在外面的工作 到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靠这个帮人家看风水这一块 人来引力的 2010年以后 徐洪浩今年34岁 2010年他和其他四个同事一起 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 冒充风水大师算命看风水 谋取潜在 他们呀先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 制作了颇为考究的公司网页 伪造了香港风水大师 中国生命科学院理事等身份 拍摄了精致的演讲视频 在国内大型视频网站上发布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把你自己的名头挂得多一点 对不对 根据有互动性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我是觉得名不多一点 应该去宣传的一个方式 看来徐洪浩也懂得一个道理 那就是前期的包装 可是无论怎么去包装 有一个问题是避不开的 那就是徐洪浩 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风水 不过这难不懂 作为一个化妆品公司的讲师 他最熟悉的地方就是美容院 他派出业务员 去跟各家的美容院老板洽谈 让美容院去组织客户 由他们公司策划授客 美容院一分钱不出 还能赚取四成的利润 这样的合作当然是一拍即合了 谈妥之后呢 徐大师的助理会拿出一张表格 让美容院的老板娘 填心 都说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公司的资料就这样变成了 徐大师手中的法宝 有了这表格 徐大师的测算 自然回回都是准确无误 另外他只针对女性 尤其是有钱的女性 女人的钱还是比较好赚的 您刚刚说到的 我包装自己宣传力度 这个宣传自己 有一些是实实的 这个我是承认的 但如果您说 我一定要有这张表格 才能取得客人的信任 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那我跟你说 徐大师的话 反过来讲 你有没有利用这个表格上的信息 给客户算 有没有 有 那么好了 徐洪浩知道单纯 相像面 看看风水 如果收费很高的话 客户一般是难以接受 对此 徐洪浩准备了很多 所谓的法器 有了这些东西 客户就会觉得 这钱花的是物有所值 像这个的话 就是徐洪浩所说的 那个桃花瓶 这个桃花瓶的话 基本上这种做工 加上这个包装的话 大概200到300之间 看了风水之后 出售的话 价格是在5000到1万左右 通过美容院提供的信息 了解到如果客户的话 老公的桃花瓶比较好 他就会用所谓这个桃花瓶 这个法器来展桃花 这些都是徐大师经常出售的法器 有聚宝盆 黄金石 水晶镇等等 除了看松水 徐大师还可以做法 保证客户能生儿子 专门有一个服务 就是包生儿子扫腕的 就是这个包生儿子扫腕的话 这个法器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是七零送子嘛 中国古代也会成为一个传说者嘛 那据你们侦查这个 它是从哪到来的 价值多少钱 这个的话 一般买买的话 市场上价格的话 七八十块 七八十块钱的低档花 转手卖十万块 这也太黑了吧 你是苏玛里海盗吗 自2010年以来 该团火呀 足迹 遍及 浙江 福建 广东 湖北等多个省区 涉案美容院经上百价 受骗的女性达数百人之多 现已查明的涉案金额 就达十三万元 仅诸记一地 就有四十多位受害者 故事讲完了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为什么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这么发达 可是封建迷信这一套 却没有彻底消亡 并且在大城市里 甚至在一些成功人士的圈子里 一些大师还可以用桌烈的骗术屡屡得手呢 当然 这里边呢 肯定有不少人是因为病急乱投医 或者急功近利 冲昏头脑 或者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些朋友自然应该是擦亮眼睛 多点警惕 多点戒备 不过 咱们再往深处想一想 这里头可能会一种相对普遍的心态 那就是 无论科学怎么进步 科学如何发达 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 生活中仍然有不可预测 无法预料的事情突然发生 就像很多富人也许主宰着别人的命运 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 欲望快速膨胀 不安也在日益扩张 他们想用金钱购买一种玄幻的力量 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但是 这事情是明摆着的 那些所谓的大师 既然如此神通广大 洞悉玄机 为什么不先让自己买个彩票 轻轻松松当个富翁 何苦还到处摇唇骨舌 费尽心机呢 那么辛苦忙什么呢 这正是风水先生灌说空 齿南直北至西东 山中国有福星地 何不择其藏乃翁